大家介紹的是 去年過的逢日子也不過 也難受 也是心裏邊老怕失去嘛 老是怕那些富裕的東西怕失嘛 患得壞失 過的逢日子人家也不苦 人家有希望 人家知道 Jeanne內 这个心态很重要的 其实他们企业的生活很苦很苦 但是他们就觉得没事了 反而会有人说 哎呀 你看这些富人 他那么有企业 他体验的时候 他那种毅力啊 其实就是个希望 人家就知道 就是那些那种东西 不是毅力 不是承受给 他们比求人的承受给更强 让他一辈子 他可能真受不了 有希望 他有越心里有希望 他知道很快就解脱了 很快就解脱了 他知道就有盼头 嗯 求人是没盼头 你在没解脱之前 在哪也一样 理论是理论 做是做 体验是体验 只是说 就是说 聊开了 大家就觉得那一刻缓解一下 但回去还是 没解脱以前还是蛮受 大家解脱不了的就是生活里边 生活里边的感情啊 生活啊 事业啊 家庭 明令情欲的东西 这些都有还有就是 生理的绝受 有的很多人其实就是 理论都就是受不了 就是他们绝受牵引嘛 吸气欲啊 你说不苦 不可能 那个事情来了他就辛苦 这个就是 其实最重要还是修正 修正 但修正界底不明的话 修正也没有 就是隔两天修得好一点 过来天又不行了 隔两天好一点又不行了 隔两天好一点又不行了 只是宁静是没用的 宁静会被打破 就是说 你只是感觉你 哎呀今天很清静了 或者是什么 那些 就是说是都假象了 你要彻底的 要转化要解脱 最后还那是这个 生计啊 一个是生计 但要破生计 哪能那么容易 你知道要破生计 必须在戒地上很透 就是戒地上你要很透 然后呢 你才能在休息上迅速地突破 那戒地上不透的话 你是不破的 这个生计哪能突破 你就是个 那就是杀自己了 你要純粹地放下自己的话 他就是在戒地上不断地完善 不断地完善 戒地上透 不断地互相 讲一定要讲的 虽然理论没有 但一定要讲 最切身的问题都知道 剩下的就是 世俗生活里边 我碰到个什么问题了 现在怎么选择解决的问题 内心深处其实挣扎的 那是独自利嘛 那是生命本身的问题 那些 其实外战的问题 在所有的所有的困难 你发现所有的困难 你觉得解决不了 其实都是内在 你在心里上有障碍 你内在还是 在戒地上不透有障碍 还是自己 自己给自己 设立了很多坎障碍 就是这个世界呢 对你来讲 这个世界就是 不是说这个世界 身边的人怎么样 对你来讲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 过去从2012年以前 很多人看到这个世界 邪的邪恶不正的事情太多了 又着笑 所以很久呢 那些那种崇敬的美好的心理 得不到滋哑 就是缺那些东西 缺那种水啊 那种滋哑太久了 一下子缓不过气来 你知道吗 过了今年 开始缓过来 太阳出来的 又开始取破乌游 又开始滋哑万物的时候 这一刻 是你苏醒的时候 这一过程会非常累 就很多 尤其在去年 在过去几年以 就是内心很渴求完美的 美崇敬东西的人 他受伤害 就是说 就是这个世界冷冰冰的 受伤害以后 动了 被动过 对冻结过 就是这 突然开始 现在开始复苏 这个过程是疲劳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会累 就是说过了经典期 上面有很多人会很累 而且其实觉得苏醒过 还是看不起方向 很迷茫 这些半年会这样 几个月而已 但越往后就会越 很清晰地看到自己应该做什么 而且这个环境也整个复苏了 越来越好 越往后越好 对整个人类来讲 就是整个人类来讲 冬天已经过去 就是从天来了 对人的心灵层面来讲 对尤其是对渴望美好的 渴望健康 渴望美好 渴望重庆生活的人 渴望往上走的 就提升生命等级的这些人 就要追求精神领域的 渴望重庆 美好生活的 可以说过了2012年 就是冬天来了 冬天已经过去了 就是大家会 这个整个场都会变 很多人 以前是你要是不同流和我 人家说你有问题 你不黑啊 人家说 你不厚黑啊 你脸皮不够厚 你不够黑 人家都觉得你 这个人无能 这个是个好人 是个无能 是你没有能力 但是你一过二年 到2013年开始 2013年过了 从今年开始 你看了嘛 你要厚黑 交道也没人跟你打 慢慢很多人就认识 说那个人脸皮又厚又黑 心又黑 就看都不看你 就是开始转过来了 你知道吧 很多人就是认知转过来 喜欢个崇敬的人 喜欢个单纯的人 善良的人 政治的人交往 而且整个社会 普遍认可 你这是对的 以前就是觉得你是 懦弱 没能力 而且经商什么 这些人是没用的 但现在你 你试着你骗一次人 看看 就是说再往后 越来越来越 你撒谎 你骗人 马上被屏蔽 就所有的人不跟你来往 你就走不通了 你的路口越走越窄 你就走不通 你在社会上 无立足之地啊 这种邪恶 就像那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你必须形成这种风气啊 那未来就会逐渐地去向这一种 你要饿你是不可能的 你想饿 那就是说 太阳出来了 你想饿暴露在阳光底下 所有的一切都都亮开了 你那些饿藏不了了 阳光出来了 那个时候 你一定要 就是说很多人就逼迫它 很多人开始往正的一面称 希望 这样我们会轻松一点嘛 大家 人与人交往不用房子了 不用椰子藏着了 不用 不用你真的是 那个老太太到地上 你不敢服 真的不敢服 就信任感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没有了 不敢相信 不知道你服了 他会怎么样 都站在你做个好事都不敢做 你知道吗 成了这种情况 人与人 其实人与人不信任是最累的 你知道吗 不敢相信你对面这个人 交往了几十年 不敢跟他说一句自信话 一说你就被他骗了坑了 要么被他抓了把柄了 你敢说吗 人与人之间那种冷漠 那种屏蔽啊 还有那种 那种 是啊 就是大家会 大家都觉得 你受伤害我还伤害 所有的人都是自己觉得自己受伤害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爱 希望温暖 希望这些东西 但是呢 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而且每个人慢慢慢慢这样 都很冷漠 都自私嘛 都只想自己决受 只要大家都受伤害 本身我们是一体的 现在因为自我自私 却割成一个一个一个 那这个世界就冷冰冰的 这个冷冰冰的 每个人都有责任 谁也别怪 谁也都有责任 把这个世界弄成这样的 就是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有 但总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刚开始的人 要打开你的 打开你自己 我们要朝向阳光走 就是这些 这就是菩萨道 总有一批 这些开始插开自己 就是 这就像 领导门也开始 龚虎猜猜 这就是 总有一批 要走出来 这个是 那当然是 共产党的联结了 那是令嘛 但是从生活里边 总有一批 先打开自己 先开始用智慧啊 因为一开始是要有智慧的 要打开 你走在前面的这一批人 否则你就牺牲了 所以很有智慧的 开始 把开走 就是迎接阳光来临 慢慢慢慢慢慢 就影响出来 这个信任啊 后下的就知道 哎呀好人 原来还是这么多的 大家开始相信了 原来爱是这么多的 原来温暖原来是有的 不管是陌生的 还是亲人 人与人之间是 不只渴望 而且是真的愿意付出的 我们是愿意付出的 不是不愿意 每个人不是那么自私 这个是错误的错觉 每个人原来真的是 希望爱这个世界的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每个人真的是 越自我受伤越重 为什么 其实在本质上 你是爱这个世界的一切 因为你没法分 你就是这一切 因为伤害所有的 这一切的时候 就伤害到自己了 因为你就是那么大 知道 这就是真理 所以你最后你会说那么痛苦 就是因为你原来 你不能爱这个世界了 因为你没有能力爱这个世界 没有全力爱了 你觉得被屏蔽起来 不接受你就是什么 就是痛苦嘛 对 人的心改变了 去整个地球常常的进化 肯定是 但是它地气在转嘛 这是互相影响的 整个宇宙潮也在转 对 宇宙潮转 人的 我们受宇宙潮影响也很大 那马上有一部分人就觉醒了 开始 就是真正修正佛法的 学习佛法的是 地球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 真正先富起来的 从身心两方面开始先富起来的 讲会是精神层面 得到最大满足的人 开始非常富有 迷失如来了 还有啥不复呢 剩下都是体验生活了 在地球上体验生活 就一些溺水的人而已 只是我们还不够强壮 不够强大 因为在地球上是有时空的 需要一些东西来实现 那这个世界需要缘起 这个缘起是要功德来立即的 做2012年以后 跟2012年以前不一样了 好像 你做任何事也就想扔到水里了 就是很多事没有反应 你去讲法 或者是你付出很多 你就真的就像 大姐说了 那个心啊 反应你的力气也没有了 它就是力到那个 都是压抑到那个程度了 就是支部不下去了 但今年你这个东西出去会咕咚 就会有响声了 所以今年我们也扔这个东西出去 知道吗 在宇宙里面要开始去传播 我们的积极的善的好的爱的一面 然后会有响应的 就大家最起码 啊不错啊 会反应的 不会像以前了 要么就没反应 要么呢 说去屁 然后他也是那种反面的那种意识看你的 觉得 这不是空谈吗 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只要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还不是很辛苦吗 他会这样子 今年就觉得 应该传播 不管它有没有意义 这是好的 他会正向的去思维 他就觉得没有 他觉得 反正人家传播 都比不说好 他会去这样子说 1 2 2 3 3 5 7 10 7 4 5 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